国家航天局消息 探月四期嫦娥六号探测器目前已经运抵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嫦娥六号计划于今年上半年实施发射 1月8号和9号 探月工程四期嫦娥六号任务探测器产品分别搭乘安124和运20飞机抵达海南美兰国际机场 随后通过公路运输方式运送至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后续 安计划进行发射前各项测试准备工作 嫦娥六号任务将突破月球逆行轨道设计与控制 月背智能采样和月背起飞上升等关键技术 实施月球背面自动采样返回 同时开展着陆区科学探测和国际合作 目前 发射场设施状态良好 各项准备工作正安计划有序进行 嫦娥六号计划于今年上半年实施发射 嫦娥五号任务实现了中国首次月球无人采样返回 与嫦娥五号相比 计划发射的嫦娥六号任务又有何不同呢 嫦娥六号原本是嫦娥五号的备份 在嫦娥五号任务成功后被赋予了新的使命 它将前往月球背面采集月球样品并带回地球 这也将是人类首次开展月球背面取样 但嫦娥六号与嫦娥五号任务相比也有一些不同 嫦娥五号是着陆在月球正面的北半球 嫦娥六号是着陆在月球背面的南半球区域 由于我们是落在了月球背面 是没办法和我们地面次空站进行直接的通信 所以它需要我们雀桥二号中继星提供一个中继通信支持 据介绍 嫦娥六号任务的实施过程中将突破多项关键技术 还将开展多项国际合作 搭载了有四个国家的载荷和卫星项目 沿着情况都比较顺利 嫦娥五号实现了中国首次月球无人采样返回 助力月球成因和演化历史等科学研究 而此次嫦娥六号的任务预选着陆区也与以往有所不同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嫦娥六号任务计划前往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 进行形貌探测和地质背景勘察等工作 去发现并采集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月球样品 实现众多科学目标 月球的正面和背面有非常大的不一样 而月球背面基本上都是古老的月鞘和月球的高地 就会埋传着很多的科学的一些问题 我们到这个盆地里面去进行采样 也是我们科学家们认为非常感兴趣的 就是我们要获取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样品 就是我们从科学的那个考量 在工程上面的考量呢 我们主要是一个工程的可实现性 首先它要坡度要比较缓 第二个呢要相对说比较平坦便于着陆 王琼告诉记者 迄今为止人类共对月球进行了十次采样返回 这十次采样均位于月球的正面 科学家认为月球背面 整体上相对于月球正面更为古老 具有重要科研价值 因此嫦娥六号计划 对月球背面样品进行系统长期的研究 分析月染的结构 物理特性 物质组成 争取获得更新的月球科学数据 我们期待采到和我们之前拿到的样品不同的年龄 特别是我们期待能够采到更加古老的样品 我们是保持一个期待 探月四期工程包含嫦娥六号 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任务 目标是在南极初步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 那和地球一样啊 月球也有南极 并且同样是地形复杂 环境恶劣 那为什么我们要去月球的南极探测呢 一起来了解一下 月球的南极和地球的南极类似 都在最南端 而且非常寒冷 月球南极地区有低洼的环形山坑底 也有高耸的山峰 地形非常复杂 极区内的某些地区 可以连续暴露在阳光下数个月 甚至更长时间而不受阴影影响 光照充足 并且附近的永久阴影坑内 可能存在水冰 因此这里成为建立栖息地的良好备选 南极有一些高地 它的光照条件非常好 它在全年有可能达到 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 是能够被光照覆盖的 我们叫做永昼峰 这一些地点呢 是非常利于开展科学探测的 另外一方面的好处就是 南极地区是存在一些永久阴影坑 在这些永久阴影坑里面 是中年见不到阳光 这些地方 科学家们认为是有可能存在水冰 正因如此 月球南极地区 是一个非常有价值 和有吸引力的登月目标 它可以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科学知识 和探索机会 乃至资源和能源 所以世界各国都把目光 投向了这个新的黄金地带 试图在这个领域取得先机和优势 现在世界各国都把月球南极 当做了一个探测的焦点区域 在将来呢 据我们的了解也会有像美国 日本还有我们中国等等 很多个国家的多次任务 都要着陆在南极的区域 因此可以说我们的月球南极 会越来越拥挤 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探测模块 会在这个地方开展工作 中国探月工程中 航天器的命名都具有浓厚的 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嫦娥六号只是其中之一 其实呢在月球上啊 还有很多带有中国元素的地名 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 广寒宫 天河 织女 泰山 华山 这些独具中国韵味的元素 以月球地理实体命名的形式 标记着月球上的山脉 盆地 环形坑等 目前 月球上以中国元素命名的地名 共35个 其中包括三个着陆点 22个环形坑 两条月溪 五个卫星坑和三条山脉 获取的这个月球的影像 咱们这个国内的有些专家 有些单位在国际天文联合会 申请了一些 以中国元素命名的一些地名 都是比较有中国传统文化的 这些名字 给月球上的地理实体命名 不仅是起一个名字那么简单 月球地理实体命名 与探测成果 科研水平和国际贡献相关 我国科学家利用嫦娥一号影像数据 申请获批了毕生 蔡伦和张玉哲三个环形坑的命名 嫦娥三号取得成果后 着陆区包含广寒宫在内的 四个月球地理实体命名 被正式批准 嫦娥四号任务 月球背面的着陆区天河基地 和天津 河谷 织女 泰山等名字被批准 嫦娥五号任务 天船基地等八个月球地理实体被命名 证明了我们国家这个技术的实力 或者说在月球探测能力 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另外就是我们中国的元素在月面上 更多的体现在月面上 是国际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认可